Samuel Fuller是一個多面的作者 他擅長的,不單止我和Sean也有提到的 他用Vontage,用剪接去營造張力 另一方面,另一個極端 他用一些長鏡頭或者兼有推軌的長鏡頭 是用得非常出色和非常靜寒 在《Pick up on South Street》裏面 有兩場很好看的戲 我覺得是代表了 代表了或體現了Samuel Fuller 去處理長鏡頭的兩個方法 其中一場戲就是Mo出現那場戲 是一場六分鐘的戲 那場六分鐘的戲 這場戲的組成大概有兩個長鏡頭 兩個一個Master Shot 裡面應該只有兩至三個Cut away 去一些特寫 然後跳回去也是一個長鏡頭 裡面是一個Police Office 就是Mo進來 然後那兩個警察圍著他 然後鏡頭是 簡潔地就 換一換個位置 通常都是橫移 去reframe 或者再重複那三個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會看到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看 其實裡面那個Misong Zen 是非常精彩的 那個戲是以這個Mode為中心的 然後你看到那兩個警察是 在他跟Mode之間的位置 是不停地轉變的 有時在他旁邊 有時在他前面 有時在他前面 或者有時好像一個Two Shot 跟他並排 但是 無論那個Composition是怎樣 Mode跟其他人之間的 Contra真是很精彩 比如那個例子 Mode如果大家記得 是穿一個深色的衣服 而是大帽子 裡面有很多花點 而那兩個警察都是一些 正式的細裝 那外觀上 兩個已經有很大的Contrast 那譬如說 裡面有一個 其中一個Framing 大概就是 一個Two Shot Tiger就是 這個畫面的左手邊 右手邊就是Mode 那其實他們兩個應該 在Bargain的價錢 然後Tiger是 兩隻手按著桌子 不動的 然後Mode 然後Mode 又拿一本寶出來 讓Tiger 又說 現在的物件有上升 多少 很多動作 其實這個 這個Contrast 之間已經很好看 例如 例如 那兩個場 有時候 以窗口做背景 或者前景 可能FBI 一個人坐在那裡 然後Mode 按在前面 有時候 會再轉一轉位 然後Mode 打開 便宜劫畫 然後很多斑爛的 Tiger 佔據了銀幕的中間 令我們的Focus 去回Mode 或者 幫助畫面 加一些新的元素 全部這些 我覺得 以調度而言 是很複雜 和很清楚 和 你會看到 Derma Ritter的演出 是可以很連 可以幫助他很多 但我覺得 這個 以一個 以一個 MasTER SHOT 於是 拍攝 全景 而不是 一些 那些 大家都知道 在荷里活 拍電影中 一開始就會 攝影中 一開始是一個 肉片 交到場景 然後可能會 跟一些 Rework 像 我跟Sean說話 可能是我 這邊拍過 然後轉發發 很多時候一些對話的電影都會是這樣的拍法 有一個練習就是拍一些所謂的遮瑕 一些 master shot 譬如我跟Sean說話聊三分鐘 我們就拍一個長鏡頭一個 master shot 一次過拍三分鐘 這樣用來做什麼 如果我們拍了一些 shot counter shot 有時候要剪或者鏡頭可能是不太好 那個 master shot 一次過拍了整個對話的東西 可以保留 可以保留 整個角度是遮蓋了 一定有東西剪 分剪的時候不會漏了東西 但是一般來說 都不會直接用 master shot 而 master shot 這個 master shot 可能都是一副一副的作用 但是在Samuel Fuller的電影裡面 譬如MO的場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這樣子的 cover shot 一次過的 cover shot 所有活動 所有呈現的 master shot 反而變成一個 最主要最基本的單元 而那些 insert 就是很簡潔地使用 其實這個方法 在Samuel Fuller的電影裡面 就是每一部電影 可能都會有幾個場面 幾個這樣的例子 去用這個手法 另外一個他會用的 會用的長鏡頭 一個有關的 就是他用一些很快 很 rapid的 track shot 我覺得最能表達到裡面 這個技法的例子就是 就是 Joey去打 Kenny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 Joey 拿了卷菲林 然後太小看 說失去了一個 frame 然後就是 想鑿勢打他 原本他們兩個在一個 浴室的門口 大概是一個半身的 shot 振折打 然後 Joey想把它拖出廳 然後鏡頭 本來在前面 很快地往後track 然後原本是一個半身的鏡 變成一個 wide shot 就是看到我們 看到整間房層的層次 就是廳的桌子 花瓶都看到了 然後那兩個演員 就是一個 wide shot 裡面在這裡打 就是 Joey就把它丟到牆邊 然後那個鏡頭有時候 掉回來 撞到所有的東西 然後最後走出門 然後 Joey又射了一槍 那整個 你會看到 如果大家有印象 那個 track 那個往後track 那一下 那個動作 那個動作 那個 motion 很有動感 還有你會覺得那個 track shot 那個 motion 那個運動 本身 是顯示了某一種 兩個角色 兩個演員之間 打鬥的時候 那種 violence 那種武力 而事實上 那個track track出來之後 那個wide shot 那種打鬥 那種打鬥 就是用一個long tank 打鬥 其實 都是某程度上 幫助他 傳達那個 表現的暴力 因為 嗯 跟 很多其他 都會拍 就是暴力的方法 就是電影拍暴力的方法 都幾不同 但是 我們現在看的電影 其實是不會再有Samuel Fuller的拍法 例如大家現在看 4-300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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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些得捨 那種 鏡頭展露很小 但是不會有一種 用一個long take 去 capture 整個打鬥 就是很 continuous 去拍打鬥的方法 但是 像Samuel Fuller 那種拍法 有一種 不能夠替代的實感 在這裡 而且你看到 打爛了一些東西 有撞到牆 也有 撞到前面 那種 那種 暴力 和 真實 是不能夠用其他剪接 去代替 那我的力量 還有兩個 其實我也選了兩個片段 因為我覺得 都應該在旁邊的 就是 一 就是 一 就是選了一個 拍拳 就是剛才我也提過 拍拳 就是拍拳 的一部電影 拍拳 有一個非常 誇張的 就是拍拳 我們先看 啊 我看這條 講一講 那 Park Road 的 劇情 剛才大概都 簡短講過了 那 我這個將會放的 Track Shot 其實是講什麼 就是 這個報社 是很厲害的 除了 創立了報紙 它也是發明了 嗯 不要繼續講 發明了 報紙檔 它第一個發明的 那 電影就是 它對家 很厲害 一個很厲害的 報社 叫做The Star 就是 踩牆 打爛 那些報社 好像 海港力 打爛 這些東西 一場戲就是 講 一個 主角 如何 去 阻止 那些報社 我們再看一看 那些 我們再看一看 它等於 再看一次 其實都很強烈 感受到 哇 Samuel Fuhrer 用場面的 那種動感 全傳達的力量 裡面的感情 真的是 一開始是一個 酒吧 到最後 都是很 展形地 推翻它 一個人的 close up 做一個 修結 裡面那個 他對自己 報社 那種 中外 的 維護 或者對一種 不公義的 筆憤 那些 火技 被人打傷 一個很年輕的 小火子 被人 剪過 剪過 腳 我覺得 這些 傳統 那個 Track shot 一剔過 好處 不單止 所謂的經濟 或者 那樣 不是 純粹 一剔 拿了所有東西 很簡單 就 蓋了一場 這麼簡單 我們看到 譬如同時間 其實他展示到 那個 石 那個 Punk Road 那個石 其實它不是 一個真的間 其實它是一個 踏景的街 而踏出來之餘 它是 裡面的那些 樓的高度 大概是 四層那麼高 現在那個街 是有一定的規模 那個街 基本上 大概是 20萬的錢 大部分 就是用了去 搭這個街景 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 基本上就是 遮蓋了 整個 整個景的大部分 其實我們都看到 那個街很豐富 有馬 有不同的 有其他人 有石像位 譬如 他進了其中一間部署 再出回來再去 自己那間 那樣東西 很豐富 我們看到那個 鏡頭的流動 雖然是不穩定 但是它很敏捷很快的 能夠 採取到 那個演員的動力 去打 跌倒 各樣的 當然有個技巧 我不肯定 我不知道 當時是怎樣 可以拍到這個鏡頭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 Terence Malick拍戲 他現在有 Static Cam 少影師 揹著鏡頭 但當時是沒有 當時的少影師 應該相對上 還是笨重 那怎樣 能夠這樣拍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 According 一些資料 大概是一些 那些裝置 都是類似Static Cam 令我視鏡機 可以掛在 或扶起 視鏡師身上 所以為什麼可能 大家看到 其實如果 在街上 那些 鏡頭移動 通常都是 Track Back 其實有些 大家看到 地下是沒有鋪櫃 不會是擺櫃 應該不是這樣去做 那 所以 為什麼 會有很不尋常的 那種 unsteady的效果 就可能是因為 這樣 有些像後來 好像hand hair 那樣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 可能要擺在 視鏡師身上 但anyway 即 在當時 1952年的戲 哇 這樣的Track Shot 實在是太 太驚人 太 但我覺得 很強勁 我補充一點 補充一點 不好意思 我看到 有一個 所謂 那種Track In 有一個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Candy 第二次找Skip Skip 跟他說了兩句 就跟他接吻 然後 鏡頭 鏡頭 就是 是輕輕 Track Shot 左邊 接著有一個 勾 那個鏡頭 是很好的 第一 就是 他把這種 所謂心情的 加了一個 隱憂 第二 如果勾 我們 整件事是 勾 勾住了 這兩個人 但這個關係 就像勾 這個形狀 來自一種 暴力 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傷害 我覺得這些 Candy 最多的 或者剛才那些 sequence 都看到 他不只是長鏡頭 簡單 人的調動 怎樣繼續 reframe 鏡頭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很複雜 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覺得 我們之前 看過 Robert Ottman 都經常都是 employee 這樣的方法去拍戲 但其實這些東西 就是 挺不合理 這個 這樣的看法 Candy Tofura 可以說 是 這一種電影 愿然的線 謝謝